我其實到現在在路上看到小孩 會有某一種感覺 我非常記得我抱著他的觸感 那個愛 追尊孟子這個狀態其實 反映現在時下很多社會角落的人 小孩這部片是一個真實故事改編的 他是在說一男一女 然後他們都是高中生 他們在還沒有做好他們自己的準備的時候 他們就必須被迫長大 因為女孩子懷孕了 他們必須要為小孩子著想 但他們本身的家境都不是很好 所以他們為了他們兩個自己的愛情 同時女孩為了自己的小孩 他們必須對他們自己的未來 做出一些不一樣的決定跟打算 我戲裡面我只想知道 我跟誰在一起我的小孩能夠過得好 所以當時我選擇了跟一個比較年長 有辦法照顧我跟我的小孩的人 發生了婚外情 但是我自己出於的目的是 我為小孩好 不管在別人眼裡 是不是這麼一回事 我那個時候的世界裡只有 小孩 我覺得追尊孟子它是在講一個狀態 它其實沒有什麼太多鋪陳的劇情 當你在這個時候你是什麼樣的狀態 那你在這個狀態的時候 你會去怎麼樣面對所有事情 或是怎樣去選擇接受所有事情 媽媽就是代表醉嘛 因為她是在那個行業上班的 每天就是喝酒 一直喝到她擔心小孩 要喝酒而走了 當初我也不知道 我自己被設定是在生 但是之後才知道 原來我是生 我自己對這個生的解讀就是 在戲裡面我雖然是個牛腦 但是這是我選擇我生存的方式 這些客人 這些我願意花心思去騙的人 他們都是救我命 救我當下我想生存下去的 每一個恩人 那你說你媽在美國做生意是真的嗎 當然是真的啊 我對你講話那麼認真 怎麼會騙你啊 夢呢做夢呢就是上河 他一直豢養說 他這樣子用心去看待別人 用心去喜歡別人 他終究是可以稱真的 可是往往這些都是夢 那死呢 就是那個老鼠他弟弟 他心裡面有一大塊的缺口 沒有辦法面對的 也沒有辦法去觸碰的 他寧願選擇是自己 每天跟活死人一樣的狀態 每一場戲 我來說都很重要 很多工作人員 比較喜歡的一場戲 是在公車上抱著我的小孩 不知道要去哪裡 我們沒有地方去 我就抱著他大哭了 大哭的那場戲其實 我還滿真的卸下我自己的 所有思考完全大哭 很人格分裂的同時 要想辦法Cue我手上的這個孩子 同時也要演我的角色 就是那一場戲結束之後 很多工作人員都哭了 真的在乎跟真的愛一個人 不管你去多遠的地方 或走多遠的路 他會在你心底的最最後一層 所以在你所有東西都沒有 就是在公車那場戲的崩潰之後 你會找到原來你要的幸福 或是你最重要的東西 一直在這裡 跟上和 就是男生跟男生之間的 那種情慾的東西 我是一個很排斥 跟男生有親密動作的人 在跟上和有接觸的時候 其實我那一關其實一直卡很久過不去 這也沒有辦法 就是我必須喜歡上他 他已經有給我有這個感覺了 我覺得我可以跟他做相同 我對女生會做的事情 那時候就是什麼都沒有遮 什麼都沒幹嘛 就直接 然後我就覺得 其實不奇怪啊 活到現在三十幾年 第一個最大的苦途 對我自己 我從來沒有辦法跟人家說 那個角色 我完全離開他了 或是他完全抽離 我覺得他像是 靜靜的在我心裡的某位子 我先讓他這樣待著 但他也許 有一天他又會出來 大家就是看了小孩這部片 可能會覺得是一個 媽媽同時又是一個 有劈腿的女性 我覺得再詮釋那個狀態是完全不一樣 就是我不會讓我的情緒是 以原本的方式去進行 就是我希望大家看到的是 真的是完全不一樣的我 做演員的時候 就是在自己處於這種 就是夢死的這個狀態裡面 在反映到我現在現實的生活上 最大的影響就是 我願意相信別人 我也更相信自己 做一個演員 我自己的夢想啦 就是三大影展的紅地毯 我一定要去走 讓大家知道說 就是在世界的某一個地方 還是有很優秀的人在 希望大家都看得到 就我相信我現在做的這個職業 有辦法改變這個世界 所以我拍的片子很多時候 都有點偏離一般社會的主題 就是比較是邊緣的人物 好像我比較希望能夠讓大家了解 他們是真的這樣子存在 或者是他們在看著我的時候 他們能夠感同身受這一些 所以我其實希望我自己 是一步一步來 我應該都是一直往一個 我希望能夠讓這個世界 讓我們的國家更好 這個地方前進